我是陳怡婷 我是江憶欣 我是Shelly 歡迎收看現代曲事錄 不管是在電影或是電視劇中的霍元甲 多半都會有個經典橋段 就是當時他在擂台上跟日本比武的時候 被暗制下毒重傷而亡 那真實的霍元甲 他也真的是英年早逝 他年僅42歲正直壯年的時候就過世了 不過大家應該跟我一樣好奇 練武的人照理來說身體應該是非常硬朗 非常的好 為什麼會英年早逝呢 還是說他的死亡其實隱藏著什麼樣的秘密 在1989年的時候 霍元甲以及他的妻子合葬的這個墓要重修 那麼人們開關的時候發現 骨頭都黑了 他的遺骨有黑斑有黑點 那這個就引起了重重的疑鬥 霍元甲撒手仁寰於上海 年僅42歲 此時距離他參與創建的金武體育會 正式成立只有短短三個月 令人疑惑的是霍元甲正值壯年 不久前還打雷比武 力退日本柔道隊 照理說長年息鼓的他 應當身強體健 怎料卻離奇地刻然嘗試 霍元甲之死引發了諸多揣測 眾說紛紉 霍元甲離世前平凡的渴血 這背後難道隱藏著什麼秘密嗎 在很多影視作品裡面 都有霍元甲吐血而死的經典畫面 不過真實的霍元甲 並非當場被毒死 而是在日本比武後 一個月才過世 不過霍元甲怎麼會猝死的 民間一直議論紛紛 有人說霍元甲 本來就患有孝犬病 一個說法是 霍元甲應該是死於自己的創傷 也就是說他是自然死亡 因為身體不好的關係 家裡面的人不同意他練舞 所以他自己一個人練舞的時候 練這個氣功可能就練差了 因此傷害了他的肺部跟橫膈膜 霍元甲小時候練功不當 讓他埋下了病根 也因此當他闖蕩江湖闖出了名號 一個外號便如影隨形 變成這個長年以來沒有去解決 所以他的身體蠟黃 他有科學的問題 他的這個黃面虎的由來 其實也是因為他帶傷 所以導致於這個面黃 面部是黃的 霍元甲因病而死的說法 並非空穴來風 金武體育會的第一批學員 陳公哲所寫的金武會五十年 有過記載 陳公哲就認為霍元甲 是因為自己的固執而死 陳公哲是邀請霍元甲 赴上海發展的籌劃人之一 同時他又是霍元甲與奧皮英 商量比武勢儀的翻譯 陳公哲與霍元甲接觸頻繁 私交甚獨 因此關於霍元甲之死 陳公哲的回憶有一定的可信度 然而有更多人懷疑甚至確信 霍元甲的真正死因 背後隱藏著巨大的陰謀 畢竟甲武戰爭以滿清政府的慘敗 落下帷幕 但霍元甲與蓋世大俠的姿態 橫轟出世 相當程度上重重錯了 當時日本人的囂張銳氣 不甘心顏面掃地 據傳日本人密謀了一場 精心策劃的軌跡 因為他跟日本柔道會進行的競賽 讓日本人覺得沒面子 所以日本人那個時候 在競賽結束以後 就有一個秋葉醫師 就是說我可以幫你做病狀的一個治療 所以就去治療他 但是沒想到說他在治療的過程裡面 其實給他的這個藥物裡面 是一個慢性的濫廢藥 就是說你服用了以後 你的身體會變糟 而霍元甲死於毒殺的說法 最早出現在上個世紀20年代 武俠小說家平江不孝生 所寫的兩部作品 在平江不孝生的權術 以及近代狹義英雄傳 這兩部書裡面都提到 霍元甲的死是因為中毒身亡 而且跟這個秋葉醫生 開的仁丹有關係 仁丹的裡面可能被化驗出來 就是說仁丹裡面有所謂的身 身就是披霜的一個成分之一 武俠小說的渲染 為霍元甲之死抹上了俠客豪傑 為了民族大義 以身遜難的英雄色彩 自然也成為日後影視作品 添加劇情張力的最好範本 不過這下毒說 也還真有著歷史根據 出現在1919年 同盟會成員陳鐵生 所編載的金武本紀 陳鐵生在寫金武本紀的時候 就是金武門成立第十年的時候 出了一本書 然後它裡面就談到說 霍元甲的死 就是被這個醫生給毒死了 後來這個醫生就 做完這件事情以後就跑掉了 霍元甲逝世之後 先是埋葬在上海北郊 一片墓地 墓前有盃 上面刻著大力士霍元甲之墓 八個大字 一年後 為了讓霍元甲魂歸故里 霍元甲大弟子劉正生 與兒子霍東閣 將他的靈舊護送回天津 葬入霍家祖墳 一代大俠這才落葉歸根 入土為安 怎料半個世紀過後 霍元甲死因之謎波瀾再起 後續的效應呢 就是在1989年的時候呢 霍元甲以及他的妻子 合葬的這個墓呢 要重修 那麼人們開關的時候發現呢 骨頭都黑了 它的遺骨呢 有黑斑 有黑點 那這個就引起了蟲蟲的遺痘 那這些黑色的斑點呢 後來證實都是 皮瘡之類的毒 調查呢認為是中毒 但是歷史上呢 也有其他的說法 譬如說呢 他因為黃膽的關係 長期的服用中藥 中藥裡面有一位熊黃 他也會讓死者造成骨頭黑 所以就變成了一個遺案 下讀說 與自病而死說 似乎都有著依據 無奈竊鑿實證 已淹沒於歷史洪流 即便時間已過百年 霍元甲的真正死因 依舊撲朔迷離 至今沒有定論 從而死因 讓你回家 地霍元甲的確定 4個 水分 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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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 3個